金庸先生回复王硕先生 中国青年报近日发表 王硕我看金庸一文 在文坛引起轩然大波 王文经全国各地媒体转载 流传甚广 大师老金坐不住了 本月四日晚 远在香港的金庸 给有关媒体发来了 对此事的回应文章 第一次以亲笔信的形式 对王硕的我看金庸做出反应 王硕先生发表在 中国青年报上 我看金庸一文 是对我小说的第一次猛烈攻击 我第一个反应是佛家的教导 必须八风不动 佛家的所谓八风 四顺利成功是毕 失败是摔 别人背后诽谤是毁 背后赞美是欲 当面赞美是称 当面子骂攻击是鸡 痛苦是苦 快乐是乐 佛家教导说 其他人以为其言也 无责而已 有时会遇到意料不到的赞扬 有时会遇到过于苛求的诋毁 那是人生中的尝试 不足为奇 人们随随便便 那是他的品格个性 不必重视 不值得去责备他 这是于曲源的解释 近代人认为 解德胜过朱熹 我写小说之后 有过不渝之欲 例如 北师大王一川教授 他们编二十世纪小说选 把我名列第四 那是我万万不敢当的 又如 闫家闫教授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 开讲基庸小说研究 以及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行 基庸小说 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 国际会议 都令我感到汗颜 王硕先生的批评 或许要求的太多了些 是我能力做不到的 谢于财力 那是无可奈何的了 二 四大俗之称 文之身自惭愧 香港歌星四大天王 成龙先生 琼瑶女士我都认识 不亦居然与之并列 不称之为四大寇或四大独 王硕先生已是笔下留情 三 我与王硕先生 从未见过面 将来如到北京待一段时候 希望能通过朋友介绍 而和他相识 几年前在北京大学 做一次学术演讲 讲中国文学史 有一位同学提问 金庸先生 你对王硕小说的评价怎样 我回答说 王硕的小说 我看过的不多 我觉得他行文和小说中的对话 风趣幽默 反映了一部分 大都市中青年的心理和苦闷 我的评价是正面的 四 王硕先生说他买了一部 七册本的天龙八部 只看了一册 就看不下去了 香港版 台湾版 和内地三联书店版的天龙八部 都只有五册本一种 不知他买的七册本 是什么地方出版的 我很感谢许多读者 对我小说的喜爱与热情 他们已经带我太好了 也就是说 上天已经带我太好了 既享受了这么多幸福 偶然给人骂几句 命中该有 不会 不开心的